我们三个会 我们原则上我们会有决定一个时间 那也告知这些总统候选人 我们要跟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进行一个沟通的会议 也就是会有我们三个三会 会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来问这些未来的国家领导人 许舒伯要考考未来领导人 台湾的经贸到底何出去 根据桑总表示 服务业占总产值比重已经超过六成 但现在服务业成长都能 几乎熄火 内外销严重失衡 台湾对外的这个出口 我看了一个数字非常可怕 我们的整体内销市场 已经占了百分之八十几 反而只有十几%的外销市场 那表示我们的外销严重的失衡 担忧失业率恐怕会持续 甚至更严重 光提高薪资不靠外销市场 如果以台湾内销市场来说 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台湾的经济局势 假使一旦破掉的话 谁当总统都可能面临到很严重的挑战 丑话说前头 未来的挑战现在要解决 新南下市场有办法取代中国的市场吗 就很简单嘛 中国的观光客进来 跟东南亚的观光客进来的消费能力怎么比 说着说着话风一转 好消息在后头 最近我们大概比较偏重韩国的市场 韩国的这个观光客 反而在这一阵期间比较高 中国的开放那个海外的观光的部分 好像又没有台湾 这个对台湾事实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话说来说去还是两岸老问题 怎么解决台上大人物们排排座 但心有千千节 人机卫视张玉成 郑仁宗 台北采访报道